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凌美琪 我们来比赛怎么样 有什么不干的 比就比 是魔仙王子令你不用吃的水 起那么大的波浪 他说这样比赛才更加有趣 又是他干的好事 这是魔仙堡里独有的花 彩虹花 那颜色 很特别 是吧 它能透出七彩颜色 我想在你们人类世界里是没有的 这样的话 你的作品就是独一无二的了 好像还有些香气 好香啊 从哪里边来的 从魔仙堡出来的时候随身带了几朵 送给我吗 我不是说过吗 我们是不认输给任何人的 这就是魔仙堡的味道 小兰 你想起魔仙堡吗 我在那个地方长大 我是属于那里的 那你一定能想回去咯 我很想回去 终有一天我会再回去的 哇 小兰姐姐 这是你从魔仙堡 带来的彩虹花吗 真的要送什么吗 来的时候刚好带了几朵在身上 本来都舍不得 不过啊 你们是我在人类世界最好的朋友 所以送给你们吧 哇 好香啊 这个颜色又很特别 看起来是白色 但仔细看又是七彩斑斓的 早知道就拿来做作业交给老师 一定很漂亮 我才不舍得呢 这个是独一无二的 而且还是小兰姐姐 从魔仙堡里面带出来的 把把做人箱包放进书包里 那我要把它放在笔盒里 小兰姐姐 你对我们真好 小兰姐姐 你要让我们怎么感谢你呢 让我想想啊 一包草莓小哈利 还是两包薯片 两个都要可以吗 你真贪吃 不对 我还要三包虾条 四包花生 还有呢 你照我说的 把彩虹花当作作业 交去学校了吗 已经交了 老师十分地赞赏 还把它挂在学校的墙壁上 他问我是什么花 我就只好撒谎说 是亲戚从国外带回来的 嗯 那就好 是你 你在这里干什么 午睡 那你为什么攻击我 谁让你们吵醒我 岂有此理 古纳拉黑暗之神 顾可拉 开始攻 我最讨厌别人坐着跟我说话 早知道你们在这里 我就走远一点 别走 你想清楚了吗 其实我们是一道的 既然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你就真的不想和我联合起来 共同对抗你最怨恨的摩仙女王吗 那我有什么好处 答应你 将来的摩仙宝就是你和我的天下 快吃尽肚子一人肉 会一分一半给别人吗 那你想怎么样 我今天不想吃肉 还是留给你小跟班吧 小岩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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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是彩虹花 岳姐姐也有彩虹花呢 啊 你说什么 她的作业交上去的就是彩虹花做的 而且还有香味呢 真的啊 我应该想到小岳也应该有彩虹花的 早知道我们也用彩虹花当作业了 老师现在都已经把她的作业贴在班上了 哎呀 算了吧 有什么好争的 那你的也有给贴上吗 当然了 姐姐的作业也有给选上啊 可是贴在一起好像也是色呢 为什么一定要跟别人比较呢 你自己也不也很满意了吗 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在我心里面啊 美气才是最好的 好吧 走 我们回家吧 小岩姐 我帮你拿 好 走 我买什么好吃的啦 全是你们最爱吃的 但我姐姐晚上真的不好吃 问死我了 我还是睡不醒 美琴 美雪 没看左眼吧 你们两个今天怎么好像 十年没有睡觉的样子啊 不知道啊 最近总是怎么睡都睡不够啊 是啊 睡了那么久也好像没有睡一样 小龙 我现在最能明白你的感受了 睡魔是那么的难抗拒 嗯 连最勤劳的美雪也会这样 难道你们中了睡魔咒 什么是睡魔咒啊 睡魔咒就是 快快点睡快点睡 越睡越累越睡越累越睡 快点睡快点睡 快点睡 肯定要睡 紫小龙 紫小龙 你想死吗 还在诅咒我们 哈哈 这可热闹啦 以后被老师罚的时候 有个伴儿啦 真是太好了 哈哈 以后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的功课也会退步的 啊 啊 快死了 真是奇怪 两个人打课设也能走这么快 嗯 真是 不错 今天就练到这里吧 嗯 好 那我去做功课了 别担心 很快你的成绩就会远远的超过灵梅雪了 嗯 他们最近有没有什么不同啊 嗯 他们两姐妹最近好像都很困似的 要说灵梅琪上课睡觉倒是没什么奇怪的 可是连灵梅雪都是这样就真的很奇怪了 她以前上课是很认真的 可是最近老师提问她她也答不出来 这就对了 怎么回事 我只不过试了点小魔法而已 小魔法 很快他们就会知道我的厉害了 美琪 美雪 快起床了 早餐都凉了 快点 起床了 美琪 我没睡觉了 美雪 奇怪了 为什么两个都像是给睡魔妇虏了一样 怎么叫都叫不醒 连美雪也这样 怎么还不起来吃早餐啊 对 怎么叫都叫不醒 这样的 美雪 起床了 上学了 美雪 美琪 怎么睡得像猪一样啊 会不会生病了 没发烧啊 没办法 还是帮他们请一天假吧 下午看看情况怎样再说 小兰 你以为我回学校帮他们取作业吧 好 不对劲啊 这美希 美雪的位子到底在哪儿啊 这味道好怪呀 什么味道啊 难道小月在这上面施了魔法 要找雪飞飞帮忙才行 我跟小岚又让你得吵醒了 怎么你也在昏睡啊 什么昏睡啊 我正在午睡呢 美清美清他们也在昏睡 要想办法弄醒他们才行 叫醒他们不就成了吗 这么简单就不用召唤你了 我怀疑啊 他们是中了黑魔法 魔法恰好就湿在这种花生饼 你快帮我翻查一下这个魔法数据吧 最重要的是破解的咒语 让我查一查吧 我终于找到了 沉睡魔法是利用气味 可以让人渐渐地进入昏睡状态 最后更会沉睡不醒 可是这里为什么没有破解沉睡魔法的咒语啊 让我学弟弟看一看 魔仙百宝书的记载有限 只有在黑魔法书上才会有详细的记载 那你赶紧把魔法解除吧 美清美学会有危险的 小月从魔仙堡藏书阁中抽来的黑魔传书 一定有记载 魔仙小蓝 这个小黑魔仙手上一定有这本黑魔传书 把黑魔传书交出来 要的话就过了打吧 好 刘徐佩芬 把藏务快拿上 好 刘徐佩芬 把藏务快拿上 我一路 八 全身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跟我的能力还相差很远 别妄想套戏 快找到黑魔传书 不然的话是不是想离开 你先把我放了我才能召唤黑魔传书啊 黄金小蓝 手势都骗人呐 她逃不过我的手 巴拉拉能量 霍罗沙 解冻 兵动法解除了 快召唤黑魔传书吧 古纳黑暗之神 达拉库拉 黑魔传书 美丽的小黑魔仙 召唤我无知之有什么事情啊 为什么这么热闹 怎么回事啊 你这个滴滴精灵 快查一查你那本邪恶的黑魔法书 告诉魔仙小蓝 霍解沉睡魔法的咒语 谁是低等精灵 当然是你啊 谁啊 好了 吴叔叔 快给我咒语 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想看你的小黑魔仙再给冰冻起来吗 火解终于是 火解终于是 巴卡拉 苏醒 巴拉能量 巴拉塔 苏醒 尼魔法被破解了 美琴 美雪应该可以苏醒了 哎哟 她们去哪儿了 居然又失败了 这是岂有此理 是她逼我召唤雾芝芝 查出破解咒语的 我本以为 这次魔仙小蓝 不会发现我将魔法藏在花的气味中 怎料给她识破 这次要不是你给她逮住 她根本破解不了我的沉睡魔法 对不起 算了吧 我也要想想 如何为你提升魔法能量 毕竟她们也是不好对付的 你走吧 黑莫先 彩虹花给弄碎了 那要怎样 可是美琴 美雪手上 还有小蓝给她们的彩虹花 你可不可以多给我一朵 我已经给你了 是你自己没有本事把她留下来 愿得谁 没有 走 好 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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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钟都想过了 起床了 不会是沉睡魔法还没有解除吧 糟了糟了糟了 是什么咒语来着 咔啦 不对不对 塌啦 也不对 惨了 我不记得什么咒语了 小蓝姐姐 小蓝姐姐 你们没事吧 没有啦 不是沉睡魔法没解除 是我们的睡衣根本没走 因为我们还想多睡一会 好啊 你们两个居然捉怒啊 下次啊 就不救您了 小蓝姐姐你说 如果我们真的睡不醒 那该怎么办呢 那不是成了你们人类 童话故事里的睡公主了吧 那就要王子才能救醒了 王子 王子 王子不是在前面吗 这个 我突然不想做公主了 我想做 不活了 真不巧 又见到你这个老人家 你做什么啊 什么老人家 别理他 你们去上学吧 快迟到了 好吧 好吧 喂 你是老跟着我还这么巧啊 为什么总是遇见你啊 为什么不说是你跟着我啊 你 你要不想我跟着你啊 就回摩仙堡吧啊 你要啰嗦又回来了 你以为我想啰嗦的吗 这个是摩仙女王教过我的任务 我怕带你不回去的话 我还要再来人类世界一次 那有时间回来探望我也不错 你 其实你还在执着什么呢 摩仙玲珑也已经死了那么多年了 一切的恩怨也应该放下了 女王她毕竟是你母亲 你 你错了 我执着不是因为玲珑 而是因为我有这样一个见死不救的母亲 老太婆 你想弄一个新发型吗 什么 我用我的魔动枪 给那盒乌鸦做了个新发型 你要是再啰嗦的话 我就带你试一试 你有我想给你啰嗦的吗 不是最好 哎 什么 玲珑的样子 真的跟我有几分相思吗 算了算了 倒我没说过 摩仙玲珑 谁 谁 你是谁 玲珑 真的是你吗 玲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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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走 玲珑 你在哪里 玲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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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弹 爸 有一只被困在一个黑暗的弓箭里 这里虚无的让人害怕 我要怎么做才能搬到你 告诉我 我一定带你出去 打歹女王 他 这样我就可以从这里解脱了 打歹女王 玲珑 灵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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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哪里 灵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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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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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